18-19年,一艘普京船从港口起航,航行一年,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来到太平洋 本想满载精油返航,却遇到罕见的深海巨怪,一头巨大白金 它忍受刺入眼角的鱼叉带来的剧痛,掀翻大船,保护着遭受人类屠戮的精群 船员们弃船逃走,白金一路追踪,仍不肯放过他们 漂泊在茫茫大洋,他们又将怎样生存下来 在19世纪初期,石油还未被开采出来,精油帮人类照亮了黑夜 有专门的猎手深入海洋,捕猎财富,而男主欧文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捕京人 他来到船主房间,准备下一次航行,但船主却出尔反尔 上一次航行,船主告诉他,只要他能带回1500桶精油,就让他当船长 欧文做到了,他带回1600桶,震惊了岛上的所有人 这次船主却仍然让欧文做大富,因为他被取代了 一名毫无经验的富二代,他叫布拉德,家族经营精油生意,在岛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而在临行前,他的父亲却这样对他说 船主开出优渥的条件,只要他们能带回2000桶精油 船主将赴欧文很大的报酬,和让他当上船长 为了赚钱,欧文妥协了,他和怀孕的妻子告别,踏上远赴大洋的征途 船员登船,他们异常兴奋,尤其初次出海的菜鸟 最小的船员才14岁,他叫尼克森 他看到有些船员胸前鱼骨状的时针,有点好奇 别人告诉他,那是白金徽章,捕获一头鲸鱼才能获得 对船员来说,那是荣誉的象征 波拉德一声令下,在欧文的指挥下,船员们拔毛扬帆,迎风起航 但却出现意外,帆布被缠住 欧文立马脱下衣服,伸手矫健的爬上桂杆 而波拉德却只能在一旁看着,一道落下,帆布展开 船员们为欧文欢呼,而波拉德才知道,他们尊重的是欧文 为了立威晚饭时,波拉德故意说起欧文进监狱的父亲和贫贱的出身 场面一度很尴尬,但欧文阴人没有翻脸,借口分配工作离开了 离开的欧文来到船员身边,而船员一见到欧文,立马起身之惊 欧文发现尼克森有点异常,二话不说,将他拎到甲板 一下将尼克森倒旋船边,被拎上来的尼克森直接吐了欧文一血 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不晕船了 平常船员们也不能闲着,要训练 欧文指挥他们有条不紊的操练,船员们又对欧文抱以热烈掌声 而波拉德却渴望这种尊重,于是他下令扬帆 而欧文和二夫建议,这片水域天气多变,不能扬帆 波拉德以落后行程为由,执意扬帆,没办法 欧文只能让船员升帆,起初顺风航行,船员们心情舒畅,意气风发 波拉德健壮,认为自己的决定很正确 但不久,他们看到天气变差,乌云逼近 欧文建议波拉德收翻实力,但波拉德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仍不停劝告 直直地将船冲进风暴中心,在狂风暴雨下,船体倾斜 就连船员也建议远离风暴,波拉德这才下令离开,但已经晚了 为了防止船体倾覆,欧文冒险砍断声索,将船体扶正 他们这才脱险,之后,波拉德仍不知错 他叫来欧文,责怪他不停命令,并且面临返航修船 欧文虽然生气,但没有翻脸 他强硬地回应道,返航是不可能返航的,空手而归,你不要电脸,我还要呢 在欧文说服下,波拉德同意继续航行 虽然他俩关系紧张,但有一样东西,对缓和他们的关系却很有用 鲸鱼,他们看到鲸鱼喷水,所有人立马兴奋起来 这也是他们三个月来第一次见到鲸鱼 他们分成三艘小船向鲸群进发 周围跳跃的海豚,不断浮出水面的鲸鱼 让尼克森对接下来的行动充满期待 欧文选中一头大家伙作为目标,他预估能产出50桶精油 欧文拿起鱼叉,奋力一致,戳中鲸鱼的弱点 感受到统统的鲸鱼快速下舰 他下舰的速度很快,远超他们的预期 眼看绳子不够了,欧文向二夫妻来绳子,续上 但鲸鱼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有人拿起斧丝,准备随时砍断绳子 否则他们极有可能被鲸鱼拖进深海 欧文仍坚持,绳子还剩50米,30米,10米 最后关头,鲸鱼终于理解,开始上浮 而他也被任人宰割 在欧文他们不断的吓死下,鲸鱼翻滚着,喷出雪柱 带雪的海水洒在船员身上 欧文脸上仿佛有愧疚的神情 晚上,他们剁碎脂肪,热锅熬煮成精油 还让身材瘦小的尼克森进入鲸鱼体内 搜刮角落的精油 这头鲸鱼足足为他们提供了47大桶精油 但离他们2000桶的目标仍相差甚远 他们必须继续航行 他们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整整航行了近一年 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再遇到鲸鱼 巴拉德和欧文也变得沮丧 为了躲避船员,巴拉德经常待在房间 他们来到一座岛和当地土著交换物品 恰巧遇到一艘越南航船的船长 他告诉欧文他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曾遇到一大群鲸鱼,有成百上千头 一天就能装满3000桶精油 巴拉德他们听闻,非常激动 这对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 但船长话风一转,又点名巨大风险 有一头巨大的白鲸,守护着鲸群 他杀掉他的几名船员 就连他的断臂也败巨大白鲸所赐 但贪婪让欧文他们忽略了劝告 他们只听进去了鲸游 所有人起毛出发,搜寻鲸群 但事情并不顺利 他们使向人类从道过最远的地方 也使向理智边缘 船员们开始不满 巴拉德仍坚持继续下去 在茫茫大洋不断搜寻 事情迎来转机 欧文听到鲸鸣 他们找到了 鲸鱼拥挤在一起 躲避他们的袭击 突然,欧文的小船被不明物体撞击轻覆 是一头巨大鲸鱼 连欧文这样经验丰富的捕鲸人 都不曾见过的庞然大物 他们划着破损的小船向大船前进 而巴拉德仍在追捕鲸鱼 当欧文在修补船体时 大船被巨鲸撞击 突然,有人将欧文叫进船舱 船破了 欧文刚查看 忽然又一次巨大撞击 他被掀翻倒地 是那头巨鲸 欧文甚至能从缺口看到巨鲸的牙齿 巨鲸推动着全体旋转 看仰他不想善罢干修 欧文拿出最大的鱼叉 一头栓在粗壮的围杆上 奋力一致 戳中巨鲸烟脚 巨鲸忍着剧痛下践 硬生生将围杆拉断 船体倾斜 巴拉德放弃捕猎 掉头救援 这次被袭 他们失去两名船也 重要的是 他们之前从未遇到鲸鱼袭击人类 这一次太意外 大船将沉入海底 他们只能收拾东西 在大洋漂流 晚上 在熊熊火焰中 大船沉入大洋 被贪婪支配的他们 尝到了苦头 这次不用说两千桶精油 就连能不能回去 还不一定呢 他们只有指南针和一张海图 根本不知道自己漂到了什么地方 一次风暴中 欧文还隐约看到巨鲸在附近游异 他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 食物和淡水已经非常紧缺 但不远处的小岛给了他们希望 他们刚向那前进 突然 欧文感知到危险 巨鲸逼近 他们才知道 巨鲸一直尾随着他们 三艘船全被嫌犯 他们又失去了船员 其他人被海浪冲向小岛 他们发现了鸟蛋 捕到鱼类 还有滴落的淡水 他们想 就这样安顿下来 等待经过的船只 营救他们就可以了 但事情远比他们想的糟 不久 他们在山洞发现人类海骨 很明显 这里不会有人经过 他们便没能等来救援的船只 于是欧文和布拉德决定 继续航行 有几个人则选择了留下来 两拨人谁也不知道 哪种选择正确 选择了就只能向前走 在海上漂了两周 欧文和布拉德失散 而他们船上一名船员死去 另一名船员 刚要将尸体丢进大海 欧文却阻止说 没人会将救命的食物 白白扔掉 走丢的船上 布拉德他们也做着相似的选择 他们抽签决定人选 但没想到 抽到的是布拉德 众人纷纷要求重抽 但布拉德坚决不同意 他让表弟动手 但他表弟却选择了牺牲自己 在洋流作用下 布拉德和欧文再次相遇 众人变得非常虚弱 突然 巨精跃出水面 他仍在追踪他们 在布拉德的叫喊胸中 欧文举起鱼叉 但到欧文看到巨精的眼睛 他放下了鱼叉 仿佛懂得了什么一样 巨精也慢慢远去 欧文再次和布拉德失散 那是他们在海上 最后一次相见 被困住的第87天 布拉德他们被船只救起 当对方看到满船的骨头 震惊不已 被困住的第90天 欧文他们也被救起 又经过三个月 他们返回了出发的港口 当岛上的人见到他们时 满眼不可思议 欧文也如愿见到他的妻子 还有他早已长大的女儿 还没来得及停歇 欧文被船主叫去 他们要欧文编织谎言 他们不允许 惊于袭击人类的事情存在 否则 保险业和投资人 将对补经业产生不信任 将重评估这门生意的风险 面对成为船长 和明媚忘足的诱惑 欧文还是坚决的拒绝了 因为这次航行 让他知道了敬畏自然 也想求得良心安稳 到了听众会时 布拉德突然改口 讲出了真相 布拉德再次出航 但在夏威夷搁浅 从此未再出航 欧文信手承诺 再次出航 到达小岛 除了二副受伤 没能活下来 其他人均获救 19世纪初 补经成为全球产业 而美国是当时最大的补经国 但它并非对鲸鱼 威胁最大的国家 到了20世纪 随着捕猎技术发展 某些国家的捕猎行为 将鲸鱼推向灭绝的边缘 所以才有了全世界 一致同意停止补经 但直到现在 还有一些国家 在进行补经活动 但愿我们能敬畏自然 因为一次次实时证明 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 好了 喜欢这个故事的 请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